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晨周18号飞船返梅仓 凌晨降落在内蒙古东风着陆场 三个航天员刷新了中国航天员 在太空驻留最长时间的记录 三个人健康状态良好 已经回到北京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休阳 晨周18号三个航天员 叶光复 李聪和李广苏 在返梅仓内为着陆作最后准备 载人飞船轨道仓凌晨大约零时34分 与返梅仓成功分离 之后进入黑象区 返梅仓煮散在凌晨打开 1点24分在内蒙古东风着陆场 计定位置顺利降落 负责搜救的空中分队的直升机 大约5分钟之后飞抵返梅仓位置 而地面分队在返梅仓降落之后 无奈抵达现场 随后打开返梅仓窗门 工作人员检查航天员的身体情况 在着陆大约半个小时后 指令长叶光复首先出仓 他成为中国第一位累计飞行时长 超过一年的航天员 我们神州家族太空接力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人在鬼驻流的时间记录 将会很快被刷新 李冲 李广苏紧随其后出仓 我们一定会尽快恢复 争取早日投入训练 再次回到浩瀚太空 我们都非常享受师众带来的别样体验 从太空家园返回地球家园 既有回家的兴奋和开心 又有对太空的留恋和不舍 神州18号红天员城组 在鬼驻流192日 创造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驻流最长纪录 期间进行了两次的出仓活动 首次出仓时间达到8.5分钟 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出仓活动时间纪录 神州18号航天员在太空驻流半年期间 完成了多项太空科学实验 并且将多个实验样本带回地球 来自中国太空站的太空科学实验样本 星期一早上已经运抵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中心 这批是生命类样本 包括斑马鱼培养机 内辐射生物等一共有24种 科研人员之后会进行多项研究 包括评估微生物在极端环境的内受性 研究地球生命发生星陣传播的可能性 我们的极端环境的微生物样品 在天上主要接受了仓外的暴露 就是为了更接近真实的空间环境 在仓外暴露了6个月 下来以后我们主要想研究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现在的存活状态是什么样 看一下能不能算出来 他们在空间环境里的存活几限是多久 晨周18号一共带回55项科学实验样本 涉及20几个领域的科学实验 总重量达到34.6公斤 材料类和燃烧类样本 包括生物活性玻璃、光纤等等 科研人员将会研究重力对这些材料的影响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是北京举行 会议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支援 存量性隐性债务的议案 财政部部长南佛安也作出说明 市场近日预计将会增发特别国债 由1万亿元到10万亿元人民币不等 内地多个地方天气不稳定 其中北方气温急降 海南就出现暴雨 部分地方严重水浸 海南侵海市由星期日开始下暴雨 雨势在星期一显著增强 路面被淹没 水浸就来去到膝头 有食肆严重水浸 净海市上个星期先经历完暴雨 气障部门预计这段暴雨会持续至星期二早早 而北方受新一轮强冷空气影响 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气温急降超过涉事10度 在河北寒丹 气温由前一天的20多度急跌至大约10度 市民早上出去的时候都着想遇寒衣物 日欲出门冬够呛 穿上泳符了 风雨出海海感就特别冷 黑龙江木陵就落大雪 露面湿滑 引发多宗交通事故 导致交通受阻 近一千架车在公路上滞留 要警员协助疏度 气象部门预计冷空气影响过后 华北中北部西部西部西北地区等多地的气温 将会创今年纳秋以来的新低 在台湾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邀请大陆的大学师生月底参访台湾 包括奥运冰冰球金牌得主马龙 就邀请的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等7所大学 一共40名师生 将会在今个月27日访问台湾9日 期间会与台湾六所大学交流 与参观当地的景点 到访的大陆学生 包括就读北京体育大学的 多届奥运冰冰球金牌得主马龙 和就读清华大学的 东京奥运射击金牌得主杨线 马英九基金会表示 当前两岸关系紧张 格外需要进行民间交流 认为大学生之间的互动 有助舒缓两岸气氛 传达更加多的和平信息 那次时事项国根本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